我再這麼胖,真的不行了 不用怕… 今天我介紹了一道鯛魚真壽湯 鯛魚真壽湯,這是什麼? 其實就是味噌的意思 就是蘿蔔加上鯛魚 可以美白、瘦身 又漂亮、又飽肚、又舒服 我試試看,有仔細 很香 有點駕駛 很好… 這是蘿蔔 是 現在冬天就最好吃蘿蔔 首先是切蘿蔔,因為會切條 切完這個之後,切蔥 蔥其實有很多維他命C 因為煲湯、滾湯,切得幼一點就行了 好,接著切菇 但是菇不用拿去洗 菇不需要拿去洗 譬如這個菇,很大,很肥味 拿去洗,就等於切西瓜 紅色的部分拿去洗一样 就會沒有味道 沒錯,不需要 我們抹一下它 對,沒有灰塵,沒有泥土 完成 不可以 本年來,我侮辱了多少隻菇 我知道了,他們在洗 好,燒熱鍋後,加少許油 把京蔥絲爆香 爆香後,我會炒香菇菇 讓三菇味走一走 很香 蘿蔔,一次過就可以了 好,接著炒兩炒 我們會加水分 其實多少水分是不要緊的 因為如果你想多一點水分 我們可以用煎魚湯、均勃湯 令味道增加 很多菇,很大的菇 對,又足了,又飽肚,又暖肚 其實煎得蘿蔔軟已經可以了 十多分鐘已經可以了 十多分鐘 對,讓它先焗一焗 但切,你剛才跟我說是魚湯 現在也是蔬菜湯 魚什麼時候才出場 這個就是魚,很漂亮 這個鯛魚脂肪又低,蛋白質又高 還有維他命B1 對皮膚很好 其實我們很簡單 因為我們只是滾魚片湯 所以輕輕地切薄片就可以了 就像平時我們吃 我媽咖西的壽司師傅 試試駕駛 看看蘿蔔的味道,淋了 很香 對,很香 我好像在外面吃的日本高級餐廳 會有湯 是嗎 已經很清甜 其實很清甜 但我們要感上天花 好的,我們有要求的 對,儘量加上 有一點味噌 可以一邊浸湯,一邊開氣 對,基本上就是這樣 原來關火才把鯛魚片放進去 對,這個鯛魚是日本的鯛魚 是刺身級的,非常衛生 所以我們用魚溫 把這麼衛生的鯛魚放進去 用魚溫煮熟一下 而且更嫩一點 對,不用太濃 但其實我浸兩浸 三下拿上來,熟透了 立即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 ViuTV